注意版面的大小 然后把最大放在下面 基础书包整理 东看西客 每个角度都要对齐 明显 This is your black team 到接待客人 代位房屋作业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我们就是对于客人的喜好 还有客人的称呼 客人的长相 我们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非常努力的去 22岁的Teresa 从大四开始实习 起薪23K起跳 饭店古王集团内 一年薪进600名员工 大约5成都是实习生扶正 大二就已经到学校去挑选一些 我们觉得适合 适合到我们饭店来实习的学生 毕业以后 他们就是已经是一个小干部 像是领班 或者是主任级的一些员工 起薪大概连津贴 大概都会有3万块以上 要照顾非本科技生 还有另类劣财计划 7月体验9月上班 把适用期的选择权 交到求职者手中 来施工个三四天左右 如果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环境跟他们想象中 是很接近的 那我们都欢迎他们在 事工之后 能够进入正式的一个工作场合 有人方向明确 但也有新鲜人找工作卡关 人力银行调查 8成新鲜人觉得完成履历太困难 可能担心 口述这一块吧 写履历或自转 你会不知道那间公司 需要的是什么 再仔细看哪里难 77.4%的新鲜人 不会写自转 还有高达7成2 缺乏专业证照 或是相关技能 这个问题实际上出在高等教育 因为怕得罪学生 他已经完全懒惰 或者是不敢让学生学到困难的东西 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 新鲜人进入职场 学不能用 在企业主眼里 恐怕也是一种困扰 东西才新闻成品张熙奎台北报道